木青鸾对萧嫣动心了吗? 多次出手助萧嫣她的结局怎么样? 当萧嫣成为新允阁少阁主后,她有何反应? 在天目山脉,面对入潮水般涌来的蜀巢阴波阵, 萧嫣携带纳兰燕然强势闯过此关, 成功获得了进入天山血潭的资格。 除了他们,还有王晨凤卿尔等四位天骄也成功过关, 凤卿尔作为风雷阁的弟子, 对萧嫣这位死对头,自然没有好颜色。 而王晨依萧嫣在解救纳兰燕然时得罪了她, 她对萧嫣恨之入骨,总想着找机会报复。 但万剑阁的唐印与风雷阁有救援, 对萧嫣的敌意自然少了许多。 两人虽然只是偶然相遇, 却也算得上是朋友。 萧嫣尚未与风尊者相认, 木青鸾也未曾见过她, 但为何在天目山脉中她屡次帮助萧嫣? 难道对萧嫣动心了? 其实,木青鸾与凤卿儿早有真怨。 在上一届四方阁大战中, 木青鸾作为封尊者的弟子, 与雷尊者弟子凤庆儿对决, 仅以一招支插落败。 因此,两人成了冤架。 当萧嫣带着纳兰燕然闯关成功后, 众人嘲笑她时, 木青鸾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她说话的人。 她甚至主动询问萧嫣, 三千雷动修炼到什么境界了。 在凤庆儿面前, 木青鸾问及萧嫣这种事, 凤庆儿脸色骤变,心中生怨。 萧嫣听后大笑, 觉得木青鸾很投缘。 她并不在意凤庆儿的态度, 更不关心她与木青鸾的争执。 她只想知道封尊者的下落。 木青鸾起初有些疑惑和警惕, 但想到萧嫣与封雷格的过往, 心中畅快, 再加上萧嫣坦诚地表明自己是故人之徒, 木青鸾的顾虑消散。 她告诉萧嫣关于四方阁大会的事情。 在萧嫣为之异动的时候, 木青鸾还热情相劝, 以她如今和封雷格的关系, 不要平白无故地去送死。 萧嫣闻言和和一笑, 尽管没有采纳她的意见, 但是心中躺过一股暖流, 毕竟凭水相逢, 木青鸾带自己确实不薄。 萧嫣看着娇小可爱的木青鸾, 想起药老的好兄弟, 她的是书封尊者, 心中不由的热情不已。 令木青鸾没有想到的是, 早先听闻萧嫣乃是故人之徒, 却没想到这位故人, 竟然就是新云阁的创建者要老, 当萧嫣在四方阁露面时, 凭借着古灵棱火以及诸多信物, 萧嫣不仅获得了封尊者的信任, 后者更是为了庇护萧嫣, 附居与封雷格交战。 最终低的四方阁大会演变, 成为了凤庆儿与萧嫣巅峰一战, 而在一旁的木青鸾眼中光芒不断, 成为封尊者的爱徒, 她自然知道要老的往事, 不由地对萧嫣刮目相看。 当萧嫣击败凤寝儿时, 木青鸾更是忍不住欢呼, 萧嫣这一战无异于帮她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, 心中对于萧嫣不由地起了一股敬佩之情。 木青鸾、天鸾一族的成员, 在萧嫣寻找魂因果时, 跟她前往斗胜一计, 她不仅助萧嫣找到魂因果, 还帮她得到龙皇本源果, 为要老灵魂的恢复立下大功。 最难能可贵的是, 木青鸾并不追求名誉。 当要老复活, 封尊者将阁主之位归还给她, 萧嫣成为新允阁少阁主, 原本作为少阁主培养的木青鸾, 对此毫无意义, 继续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, 最终有一个美好的结局。